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较长的第八集 照片调色是大家最关注的功能之一 在Luminar 4中控制颜色的工具还真不少 除了基础的颜色调整 还有一些针对不同主题的照片进行调色的快捷方式 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扫除几个比较困扰不好理解的功能 看看在什么情况下该使用哪个调色工具更合适 更快捷 基本功能界面中的颜色是控制照片当中的全局色彩 饱和度和自然饱和度这两个设置的区别是 饱和度设置控制着所有的颜色 如果把它拖向最左 你会发现照片会变成一张黑白照片 所以向右拖动饱和度数值就会让照片当中所有的颜色都会变得更鲜艳 而自然饱和度则是对照片当中相对不够饱和的颜色进行提升 如果把自然饱和度拖到最左 会看到天空和植物的颜色变得非常暗淡 而饱和度本来就比较高的红砖建筑 相对来说影响范围并不是很大 自然饱和度在对鲜艳度调整方面更为自然可以更好的控制色彩的平衡 如果照片当中不是整体都暗淡的话 推荐使用自然饱和度设置 通常照片偏色不是偏粉就是偏绿 所以在去除色偏这个设置里可以对这类的偏色进行调整 如果照片本身它是偏粉的 向右拖动就会为照片添加绿色点 如果这个照片本来是偏绿的话 这里就会自动的添加粉色 可以说相当的智能 上面说的这三个功能都是用来对照片当中全局色彩进行调整的 如果只想要调整某个颜色进行有针对性的微调 就要进入到下边的高级模式 例如我只想调整天空部分的颜色 那我就点击选择蓝色 色相用来改变蓝色 例如向左拖动 它就会让原本的蓝天接近左侧的蓝绿色 而向右拖动就会接近右侧的紫色 通过色相设置是无法将蓝色调整为红色的 所以它只能将蓝色偏向左右两个相邻的颜色 如果觉得天空不够蓝 那么就要调整饱和度了 增加饱和度天空就会变得更蓝 减少就变得没那么蓝了 亮度是对天空部分的曝光进行微调 例如让天空部分亮一些来配合照片的主体 除了单独调整某一个颜色的色相 色调转换设置是改变整个照片色相的设置 拖动它可以让照片整体都偏向另一种颜色了 在专业功能面板中的颜色增强器设置里 有不少可以提供更为便捷和智能的颜色调整设置 彩度功能乍一看和饱和度设置非常的相似 经过对比会发现饱和度只提高了照片的艳丽程度 而彩度设置在颜色的色相上有微弱的改变 这在调整季节性的照片时 想要让照片更饱满而又不想通过色相设置 改变太多颜色的偏向 在这种情况下彩度就会比饱和度设置效果要更好 暖色设置可以调整照片当中颜色的色温 听起来它也和白平衡很像 在实际操作中会发现它比白平衡调整的范围要小 作为营造气氛已经足够了 而它出现在这里也确实方便了操作 不需要再次返回到基本面板当中去设置白平衡了 颜色对比度这个功能的工作原理简直让我眼前一亮 它可以判断照片当中的主要颜色都有哪些 通过拖动调整量来拉开不同颜色之间的明亮度 这样一来就突出了照片当中的重点区域 同时也提高了照片的立体感 在设置颜色对比度的时候需要配合下边的色相来调整选区的范围 因为默认的照片主要颜色是红色 通过拖动色相的颜色范围就可以改变我们想要突出的颜色区域 想要改变照片当中冷暖色调的比例 就用到了单独暖色调整这个设置 暖色和冷色两个设置可以自动的选定照片当中所有冷或暖色调的部分 分别调整这两个部分的色彩对比度和鲜艳度 在颜色增强器中的高级设置可以通过对阴影中间调和高光的颜色平衡进行调整 这个功能是辅助我们调出电影色调的好工具 并且非常容易上手 在阴影当中可以添加一些红色 这样可以让照片暖一些 中间调是照片当中范围最大的区域 增加绿色可以带来很好的电影感 高光部分添加一点冷色和阳红色来矫正照片的整体感觉 这样几下子一张电影胶片质感的照片就调出来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e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和博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路侧 transit 逢 无res 객 M